我可以进去说吗 不行 那好吧 其实 刚才我收到了医院的通知 做得了癌症 可惜你会和乔治分手 都是犹豫我的怒恨 在这生命的最后倒数计时节 我真诚的 请求你能远仗吗 请你原谅 不要再谈了 对啊 日台谁写的超烂的 什么叫做卤奔啊 那不是奔 是满啊 你让我被分手还不够 现在来取下我吗 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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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绝对不是 你听我说 刚才 你听到我得到了癌症的那个瞬间 是不是暂时忘记了 我就是那个讨论你的家伙 也暂时忘记了 失恋这件事 我只是想让你 稍微转换一下心情 好 你不喜欢这个方式 我现在知道了 但是我想解释一下 这是我从一本书上 得到的灵感 我觉得上面有一句话 写得很好 它说 幸福是相对的 如果你的眼前 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痛苦 你可能就会忘记之前 他想下次威胁 可心老师 对不起 妈 你不会忘记